中国在世界杯预选赛C组最后一轮比赛,以0比1不敌主场的韩国,虽然在C组跟打败新加坡的泰国同分,但借着比较胜负关系,惊险晋级。 有网民特别留言感谢熊狮队,认为熊狮顽强抗泰,间接协助中国国族出现。 世界杯预选赛C组昨晚11日举行关键的收官赛,关系着中国或泰国谁能晋级2026年美加莫世界杯。 中国客场0比1不敌实力强大的韩国队,晋级希望渺茫,官媒也形容基本宣告无缘晋级。 不过,在另一边乡的泰国对垒新加坡中,泰国虽然实现攻进三球的目标,但英雄师队在第57分中的一个晋球,使得泰国只能以3比1胜出。 这也让泰国和中国在小组中以二胜两平二伏击8分,得失球一样9比9,原本以为晋级无望的中国国族。 最终凭借胜负关系几下泰国惊险出现,让球迷雀跃不已。 有球迷不忘流言,感激熊师队的一臂之力。 中国国族逃出升天?太刺激了。 确实要感谢新加坡队,他们为了自己足球的荣誉,并没有放弃比赛以后,高低得去新加坡旅游一趟。 不过也有球迷认为,中国国族整体实力还有待加强。 只能说实力不够,运气来凑。 据中国新闻,在新加坡队1比3客场不敌泰国队的比赛中,新加坡队门将哈桑,桑尼,哈森桑尼,堪称拼命三郎。 这场比赛,泰国队射门35次,摄政13次,其中多次获得单刀良机,但被桑尼一一化解。 虽然这场比赛,新加坡队丢了三球,但恰好让中国国族可以在积分、竞胜球和进球数相当的情况下,凭借相互关系压倒泰国队。 如果桑尼多漏掉一个球,国族都将无援18强赛。 赛后,中国球迷在网络上排队,对桑尼进行感谢。 更有人贴出桑尼在新加坡经营的椰浆饭摊位地址,呼吁,有机会的话,大家到新加坡去帮衬一下。 桑尼被称为新加坡历史最伟大的门将,但即便如此,他也要在足球之外通过发展其他副业来维持生计。 2021年,桑尼与家人开设了一家卖椰浆饭的摊位,在美食网站Satly,还有他在摊位亲自做饭的照片。 此外,新加坡旅游局官方微博评论区也被中国球迷刷屏,代表中国男族,给你数大母哥我代表国族,谢谢你新加坡,今晚多了14亿球迷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收看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请关注新加坡之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